新闻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中央民族大学网站学校领导最新信息显示 王志已任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这意味着王志这位原央视主持人 时隔11年后由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助理跨校转任新职 公开资料显示 王志今年58岁湖南衡阳人 1986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9年进修该校文艺美学专业研究生 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电视台 1994年2月 王志进入中央电视台简称央视 任记者主持人制片人等职 2008年10月 受中组部团中央博士服务团委派 王志赴云南挂职锻炼 出任丽江市副市长 兼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副主任 省委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 2010年9月 结束云南挂职后 王志调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任理事会理事 后出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2012年7月 王志回到其博士母校中国传媒大学 担任校长助理 直至此次女心中央民族大学 央视工作近15年 央视是王志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战 他在央视工作近15年 并未广大观众所熟知 1994年2月 王志进入中央电视台 并在《东方之子》节目中任记者和主持人 1996年2月 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在新闻调查栏目中任记者和主持人 2003年1月 在面对面栏目中任制片人 主持人和记者 王志主持风格犀利 理性 理性挑剔 但不轻狂的质疑 使他获得非常主持的赞誉 在《东方之子》工作期间 王志分别于1994年 1995年 2002年 获得中国电视新闻一等奖 2003年1月11日 王志担任制片人 主持人和记者的面对面栏目开播 按一般规律 一档新栏目 得到观众的认可 至少需要半年时间 但当时正值非典时期 王志一对一 访谈了呼吸病学家钟南山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等人 并深入一线 采访了奋战在抗击非典 最前线的医务工作者 社会反响强烈 作为面对面栏目的制片人 主持人和记者 王志也因此而为大家广泛接受 2004年 王志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四年之后的2008年10月 受中组部 团中央博士服务团委派 王志赴云南挂职锻炼 出任丽江市副市长 兼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副主任 省委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 王志由此完成了 从主持人到地级市副市长的身份转变 开启了他的从政生涯 在当时 王志的选择也引发广泛关注 曾挂职副市长 负责招商引资 在云南挂职期间 王志大部分时间在丽江工作 据媒体报道 在丽江市政府 很多人称呼王志为王富 从央视主持人成为王富之后 他始终保持低调 并贯穿于他的挂职生涯 王志作为丽江市副市长的分工 是主抓招商引资 据报道 2008年10月22日 王志抵达丽江挂职锻炼 同年11月5日 毕江市下发了市政府领导分工的通知 王志负责招商引资 审计 政策研究 和法治工作 协助分管文化 广播 电视工作 分管市招商引资办公室 市审计局 市政府研究室 市政府法治办公室 据介绍 作为主管招商引资的副市长 王志经常会参加一些重要的招商会和洽谈会 一些重要的投资商 王志也会亲自接待 2010年9月 王志挂职锻炼期满 媒体报道 在任丽江市副市长期间 王志为丽江招商引资带来积极影响 直接反映在了丽江的招商数据上 数据显示 2009年 丽江共有149个招商引资项目 省外合作项目80个 到位资金98亿多元 比2008年增长94% 超额完成云南省下达的56亿元的任务 重点项目包括 丽江市和中国国电农园集团 签署丰利发电合作开发协议 总投资40亿元 永胜县松平乡 拿到了金额高达7000万元的整乡推进项目等 国家扶贫重点县永胜县的松平乡 是王志的挂钩扶贫点 据丽江市约100公里 据报道 王志曾三次到松平乡考察工作 在他的努力下 松平乡拿到了金额高达7000万元的整乡推进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 王志在丽江屈指可数的一次高调亮相 出现在2009年 送丽江雪桃进京和60年大庆时 时任御龙县副县长穆志英 曾对媒体说 最初他们请的媒体很少 很多主流媒体都没请 王富特意叮嘱他 要多请一些媒体来 据报道 在昆明机场 王志破天荒地做了一把秀 推销丽江雪桃 以至于有媒体认为 雪桃上国宴是他一手策划 时隔11年再履新 2010年9月 在结束云南挂志后 王志调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任理事会理事 后出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谈到自己的职务变动 王志说 我去丽江挂职锻炼 规定的时间是一年 实际上我干了575天 后来痛上红机会换届 他们觉得我挺合适 我去红机会工作 是正式的调动 2012年7月 王志回到其博士母校 中国传媒大学 担任校长助理 分管文化创意园区等工作 从丽江市副市长 到红机会副理事长 再到中国传媒大学担任校长助理 王志的职务变动 被媒体总结为四年三条 此后 王志一直低调形式 很少出现在媒体面前 我并不觉得 我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 我现在就是回到母校任职了 是一个普通的老师而已 而且我们学校 还有那么多很优秀的老师 不希望媒体过多关注报道我 你们也可以多宣传学校 宣传我们的文化创意员 王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 2014年 时隔6年后 王志增回归迎平 5月 他加盟陕西卫视 担任了陕西卫视 大型人文历史活动 丝绸之路万里情 节目的总主持人 对于这个决定 王志公开表示 如果我按照以前的状态继续下去 我会离媒体越来越远 我做采访记者做了20年 衡量各方面因素 我觉得应该接受这个挑战 在这档节目中 王志随节目组车队 沿丝绸之路一路自驾 横跨欧亚大陆 途经8个国家的38座城市 写下了90余篇文章 对这次行程 进行了完整的记录 此后 他又写成了一部30万字的作品 西行三万里 王志看思路 不过 王志并未借此付出 重新回归迎平 在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任职11年之后 王志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中央民族大学官网显示 该校是国家民委 教育部 北京市 共建高校 1999年 2004年 学校先后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 2017年 进入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行列 2022年 顺利进入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 民族学再次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 官网显示 中央民族大学目前有七位副校长 王志是其中一位